欢迎回到校尾谭君寺 我是RJ 所谓欢迎所有人是校尾学生 好感谢各位观众持续追踪观赏 我们在校尾谭君寺 我们校尾的校尾 会员感谢您对我们这个频道的实质帮助 每次都要感谢一下我们的会员 非会员您在看我们的频道的时候 要麻烦您为我们订阅按赞分享开小铃铛 最重要的广告出来的时候 转广告请帮我们看完 长广告请帮我们看30秒之后再按下略过广告 好小友哥今天我们要来进行 又是这个观众敲碗已久的 我们战时系列很久了的战时系列 那今天的这个战时是一个 其实离现在说很远也不是很远 说很近也不是很近 小友哥快40年了 1986年的事情 你看960616 现在是那个21嘛 35年前了 对不过这个在我们小时候发生的事情 我还是觉得非常的新鲜啦 那各位观众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事情 黄金峡谷行动 黄金峡谷行动 我想这个事情打的时候 那个1986是民国75年 那时候我已经念高中了 那时候因为RJ比较油气 所以RJ还是在这个 应该你还没念国中吧 对小小毕业 对小小毕业 但是如果说这一个从小就 开始已经萌压这个军武控来说的话 看到当时电视新闻影片所揭露的这些影像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印象非常深刻 对对对对 如果像对我来讲好了 我对黄金峡谷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 美军的那个F111飞过去 因为它本身是夜间头戴 但是因为它本身是用 类似像红外线热影像的东西 所以你去后 或者是那个夜视影像 但是你看到其实本身 有点像是白昼这样的一个光线 然后就看过F111飞过去以后 而且我记得很清楚 是一个向后向下的一个摄影机 就拍到什么呢 然后当时地面步标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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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连爆炸的这样一个影片 而且其实爆炸并不是 虽然是接连爆炸 但是爆炸的数量并不是很多 我那时候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时候 就是你看到当时美军 就轰炸 轰炸就是你看到它飞机飞过去 而且看到它那个底下 用那个光电瞄准系统 所录下的影像 哇居然就看到飞机能炸那么准 而且说真的 那时候还不晓得说 为什么美军的这个轰炸 没有造成很大的一个弹子 后来才知道 原来他们用的是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雷射导引炸弹 进行这种外科手术式的 这个精准攻击 而且甚至于在那之后 因为当时我印象中 也看到美军就轰炸的 那个F111的18架飞机 有一架没有回去 然后隔了几个礼拜以后 有一张新闻图片 所以干嘛呢 一个被冲上岸的美军遗体 然后说真的 哇记得 居然那个时代 居然可以把那样的照片 直接登出来 没有打马 就看到一个利比亚的士兵 就看到一个 总的跟一个球一样的 一个美军遗体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飞机被击中以后 就是后来我们看到 这架叫卡马五两 那个呼号卡马五两 那架飞机他们弹射以后 因为它本身高度很低 所以呢 还没有完全开的情况下 那个座舱就撞击水面 然后两个人就其实算是淹死了 那淹死以后被冲到岸上 那说真的 在海里面泡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时候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当时那个照片 那个飞行员的头 那个头盔没了 然后头颅的部分 已经只剩下白骨 但是身体的部分 就肿得跟一个球一样 就像你看到那个死掉的鲸鱼 有时候被冲上岸对不对 然后整个鲸鱼 就肿得跟一个球一样 所以那时候感觉也很感慨 就说这个军事冲突 一定会有一定程度的 这个风险跟伤亡 那不过当然从美国角度来讲 那两个人后来没有被活捉 然后拿去游街 其实在美国来说 那算是一个外交 外交跟军事上的双重胜利 好那讲到这个黄金峡谷行动 那当然其实 你如果说一开始 你讲这个行动的话 当然听不懂 然后听不懂 到底发生什么事 其实当然你要把这个 美国跟利比亚之间的这个 那个恩恩怨怨 如果要细说从头的话 其实二次大战结束以后 基本上利比亚王国 那个建立以后 那个那个建立以后 他脱离这个 意大利的这个殖民统治 建立一个王国以后 其实他本身是 那个非常亲美跟亲西方的 是 为什么呢 你想想看 二次大战谁帮 谁帮你们这些利比亚人 把这个 这个 德国人赶走了 是不是 当然就是这个英美嘛 对不对 英美盟军嘛 你看美军从 出尼西亚打进来 然后英国从 埃及路这样打过来 然后其实当时 利比亚当然是 由西方所协助 那个光复 而且建国 但后来你看 后来二战结束以后 当然 利比亚其实找到了 非常重要一个资源 叫什么 石油 而且 而且 利比亚的石油 还不难开采 而且呢 质地又好 它属于清原油 所以当年这个希特勒 这个干嘛 这个 这个 奥地利下士 或者讲这个 波西尼亚这个下士 干嘛去 去打什么 史达林哥了 好好把利比亚 这个 那个 攻击还好好经营 这个德军 就没有油的这个问题 他那时候不知道 当然那时候不知道 对 但是啊 我们讲到这些啊 在利比亚这些的 这个西方石油公司里面 当然有很多是美国人 也有英国人嘛 那当然后来 其实原本在1969年 那个格拉费 他在1969年 他是以这个 利比亚这个自由军官团的一个 领导的这个角色呢 发动了一个政变 当然就把当时的国安推翻了 然后就建立了 这个利比亚共和国 所以当年把国安推翻 当然就是 Republic 变成这个共和国嘛 是不是 但是共和国建立以后啊 他其实 他呢 跟西方 特别是 跟美国的这个 这个友善态度 就开始变了掉 那 不但呢 是把这个 进了这些美国公司啊 就赶走 或是收回国有 那同样的 在外交上来讲 甚至于搞到跟美国断交 是 那跟美国断交以后呢 其实因为那个格拉费 在当时非洲来讲 他呢 要这个等于说 抵抗这个西方 帝国主义势力啊 第一 他呢 他原本一开始 他是把这个美苏啊 通通都要赶走 美苏的势力都赶走 那后来呢 发现 苏联人好像感觉 这个 在这个区域里面 跟美国在对抗 那他可以从苏联身上 得到更多的好处 那从苏联的角度来说的话 他当时呢 由于要 希望能够控制这个地中海 也说他除了跟叙利亚 很好之外呢 那现在既然有一个 送上门来的这个利比亚 那当然自然的 就跟他好好的发展关系 所以在布里兹涅夫时代呢 其实过去原本 美国跟西方 特别是美国留在 这个利比亚的这些军事基地 或军港等等 基本上都被这个 苏联接收去用了 所以甚至于 对 甚至于那时候 苏联跟利比亚好到什么程度 虽然说名义上 这个苏联 卖给这个利比亚的这个军机 理论上利比亚空军飞行员 自己去搞嘛 对吧 但其实当时苏联的这个飞行员 可以去驾驶 利比亚空军的TU-22 不是后面的M3 就是驾驶TU-22 比较早期的那个TU-22轰炸机 然后去执行侦查任务啊 等等这些 甚至于就是苏联在 帮利比亚建立的这个防空系统 包含SA-2 SA-5 然后甚至于早间的P-200 防空系统等等 都是苏联帮忙建立的 然后而且苏联把整套 在这个当时在北越 已经 试验成功了 不能算试验成功 就是证实 绝对是防御可靠 这样一个雷达飞弹 就是防空飞弹 那个体系 都帮利比亚人建立了 但当时利比亚人建立 这样一个防空体系 其实他基本上还是有两套系统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 那个格拉费搞革命钱 对不对 其实跟西方不错 所以当时的利比亚政府 跟法国 跟德国 甚至跟意大利 关系都很好 所以呢 也有一部分的这个防空系统 基本上是由法国 德国 意大利等等 协助经验 那个建立的 所以当时其实 那个利比亚的防空系统 等于你看 这样就分两套系统 那西方系统 跟那个苏联系统 但这两套系统之间 其实并没有一个联合的 一个作战管制机制 所以有点是各自为政 好 那我们现在讲到 那个当时这个利比亚战前 其实大概是跟美国 冲突前是这样一个情况 但后来我们刚刚讲了 格拉费 这个 在得到政权以后 他其实也在搞这个革命输出 他搞这种革命输出 其实应该来说 你从今天角度来看的话 他并不是去 鼓励任何一个国家 在境内 那个搞革命 而是呢 又类似像恐怖手段 所以他变成一个 在美国来讲 其实美国人最厚恨的 恐怖主义支持的政权 是 也就是说 你看 在当时去 又吗 劫持了这个环航客机 对 又吗 到处去放炸弹 最严重的一个事情 其实就是在当时 就是说 当时直接让美国 决定要出兵 动手 修理利比亚的 格拉费政权 是在当年 其实在 德国有一个舞厅 被利比亚的特工 放了炸弹 而且现场就炸死了 大概两名 还三名的美军 这个说法不一 然后也炸死了 这个舞厅里面一个 负责的这个 可能专盘的一个土耳其人 另外造成了相当多的人的受伤 所以这个事情在当时来说 闹得很大 但其实呢 我们刚刚讲 你前面呢 等于说在国际恐怖组织的 或国际恐怖活动上 你已经榜上有名了 很多事情 要么就是你利比亚 直接去资助的 要么就是这个有恐怖组织发动这个之后 利比亚就深远你了 所以说在美国来说 老是去踩我红线的 你要说跟我搞对抗 也就算你看 今天我们看北京跟华府之间这个对抗 某种程度来讲 相对来说 其实我们也不能说看到美国在过去 让这个中国大陆等于说富起来 然后或者说那个等于整个经济起来以后 完全不能说完全没有优点 干嘛来 某种程度来讲 中国大陆至少被纳入了世界体系 有没有被纳入世界体系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你看今天至少中国大陆 不会在世界各地去搞一些 去资助或搞一些 明目非常明确的 或是非常明显的 去搞一些反美活动 他不会 但你看像当年 利比亚就这样干的 你有任何人去放炸弹 去针对美国人的 甚至还策划那种什么在 那个贝鲁特美军的 这个那个汽车炸弹攻击事件 是 基本上这些都是格拉费干的 不过秀伟哥那个时候应该这样说 那时候几个中东的这个政治组织 我不是说讲国家 政治组织 现在基本上他们想要在国际上 有一些声量的时候 他们用的方式就是恐怖主义 对 你看从那个 当时的这个 以色列的奥运代表队 被在选择中 当然那是巴尔斯坦解放组织 我是说那些政治组织 他们做的事情 都 因为他们发现这个有效 这个你会注意到 对 因为就越做越大 但是我们刚刚讲 越说越大条真的搞到极限的 还是在利比亚 是 你看光是跟那个巴勒斯坦 那个解放组织 他其实你看 以地理位上来讲 你看 叙利亚支持他 对不对 但叙利亚反而很小心 叙利亚非常的小心 对 然后呢 当然 苏联时期 在叙利亚今年也有军港 那我们刚刚讲到了 格拉贝反美之后 那原本这些这个 那个叙利亚 那当然 利比亚 在这个一开始反 那个反苏反美 但后来发现苏联很帮忙 而且苏联就 用了原先这些 这个 在西方留在利比亚进的这些军事基地 有港口啦 有军机场 什么都用 对 都用了 所以看起来 从美国角度来讲 第一 你去导向我的这个大敌 苏联已经是这个 罪无可唤了 第二 你居然老是 去搞这些 国际恐怖主义行动 去踩美国人的底线 美国人其实很痛恨这一点 而且死了美国人 重点要死了美国军况 这是一个point 对 不过像我这个 我要讲一个题外话 其实很少人知道 这个利比亚 跟我们中华民国的关系 不会啊 很多人知道 今天那个什么 那个谈话节目 说我喜欢讲 然后说 其实就我了解 格拉贝应该自己没有来 但他的儿子 真的是在台湾的远鹏班 有受过去 这个相对来说 是比较确实的这个讯息 格拉贝本人应该是没有啦 那当然也有人说 格拉贝本人有这个 说真的我就搞不太清楚 而且就算有 也是1969年以前的事情 这个真的 对 那上次其实这个 刘云飞将军来的时候 也有讲到这件事情 当时我们也有 五官要派到利比亚去 那时候有正式外交关系的时候 对 那当然后来 你说美国跟这个利比亚 断交以后 那当然双方的关系 就越搞越糟嘛 而且其实由于利比亚在非洲北部 因为他地方很大一块 然后他像以格拉贝来说 他为了要宣称他的力量 然后等等在周边的力量 甚至于他 我觉得另外再踩到美国的红线 一个是什么呢 他宣布了 就是他差不多从利比亚的西部到东部 班加西他画了一条线 然后这条线其实非常大 就是雪特拉湾 那也有人现在翻成其他的名称 但基本上就是雪特拉湾这一块 他就宣称这一块是利比亚的领海 然后外国船舰不得进入 但其实呢 以这个地理这样一个位置来看的话 他这个雪特拉湾 其实如果说你按照利比亚这个领海极限化的话 他还是有一些公海的这个部分在里面 你不能完全把它画过为你的这个内水 这是行不通的 而且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有这个 基本上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等等都已经公布了 所以那时候其实在这个地方上面来说 利比亚跟之前 甚至于之前前朝的那个卡特政府 在这个事件上就已经有相当多的这个局语 卡特说不行啊 那个联合国只能接受山海礼 那个十二海礼 那美国自己其实是 他的这个领海只承认山海礼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认为这个山海礼 但是你把他送炮能达到这个距离嘛 就比较古典的领海主义是山海礼 但是美国也尊重十二海礼 但是你说你画到整个雪特拉湾就画进去 去你的内海 那太夸张了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那时候美军的航空母舰 就三不五十就跑去那个雪特拉湾里面绕一绕 甚至还弄到就是说 当时利比亚派F-1522要去偷袭美军的航空母舰 结果你去偷袭这个苏凯22战机 全部都被人家干掉 而且不止一回 对 所以你看美国这个F-14 服役了那么多年一共只敲架五架飞机 五架飞机里面绝大部分都利比亚 是 的原因是这样子 那当然这个黄金小谷行动 他也是为什么在当时 会可能对军事有注意的 当时不管是年轻人或是军事爱好者 都会有一个都会印象很深刻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 我们当时看会觉得非常的突然 对 他爆发的时间跟他执行的时间是非常突然的 就突然发生了 就在这个德国的这个五金爆炸之后 对 因为其实我们刚讲 美国对利比亚恨得牙痒这个时间 已经很久了 因为其实当时来说 他1985年的这个罗马跟维也纳的恐怖攻击 其实美军就已经开始 那个准备要对利比亚进行这个军事行动了 我们讲他动手是1986年 也就是75年的4月15号 其实美国在这之前就已经开始在规划了 就是当罗马跟维也纳机场被利比亚或利比亚手 支持的恐怖分子进行攻击的时候 美军开始进行策划 要如何去对利比亚动武 所以他们当时其实在动武之前 他们基本上来说 我们刚刚讲到在黄金峡谷之前 对不对 其实美军就已经开始派出他们在地中海地右舰队 不停地对利比亚的防空设施系统进行探测 这种探测包含就是电战机或战机 就来去三不五十就跑来你这边绕一下 然后去开始抓你的防空系统的参数等等 不管你是苏联来的或西方来的 然后开始做记录 哪边有搜索雷达 然后哪边有飞弹阵地 然后哪边有撞明雷达 然后各个雷达的这种所有的播屏 播屏系数等等 统统都把它做记录 然后而且甚至于美军基本上来讲 甚至于还在那个黄金峡谷行动之前 其实他特别组成了这个CTF60.1 CTF60.3等等这样一个特战部队 干嘛就是要准准那个或说任务编组 就准备要对这个利比亚动手 那当然最后美军甚至于决定要动手之间 还有很多这个七敌作业 因为其实以黄金峡谷行动来看的话 他我们刚才讲美军决定要战 那当然那个柏林五厅的那个爆炸事件是决定 让雷根确定要动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其实如果说我们建议军事行动的部分来看的话 柏林五厅的这个军事行动动手之后 其实对于美国要选择格达费的这个军事基地攻击 其实他也有一些争辩 为什么 其实当然以美军来讲 美国最想是把格拉派干掉 是 但是呢其实美国在那之前就已经宣布了 不针对任何一个敌对国家 或干嘛的这个那个那个 甚至国家领导 也就是说不对你的这个政治领袖 进行这样一个军事暗杀的一个行动 其实美国是已经有讲明他们不做这种事 就变成说 如果你今天动手把格拉派干掉 是不是你就自毁诺言 自毁长城 是所以呢当时美国在4月9号 雷根总统签订OK 可以去干那个洞黄金峡谷的时候 他们其实基本上这个决定 攻击四大目标群 第一呢是在那个迪利波里 当时有一个指挥中心训练基地 然后而且因为格拉费自己的住所 就在那个军营里面 那个叫巴阿拉斯亚什麽什麽 反正一个复杂的不好意思 这个那个阿拉伯 我可能念不是很顺六 然后第二呢他们就是 那个要攻击一个特种部队跟蛙人的一个训练基地 叫Murata Sidi Balai 这样一个基地 然后第三呢 还有就是有9加1276的一个运输基地 是一个空军基地 而且呢 这个基地在哪里呢 基本上来讲就是 非常好 那个在班加西附近呢 就支援恐怖主义跟行动的 这样一个空军基地 另外呢而且也是主要是作为这个支援恐怖活动基地的班加西 有一个叫军 他一个革命卫队的一个军营 所以整体来说你可以看到 大概严格来说大概是 尤打迪玻璃的这个坐子中心 以及他重要的一个训练基地 而且呢刚好格拉费就住在里面 当时选定这个基地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说 美国已经不可以对这个任何一个国家的这个政治领袖进行这个军事暗杀 但是你要是刚好住在里面 那你就算负载损害 你被炸死就算负载损害 好吧 我就给我打你这个军营 你在里面你就不长眼嘛 你就住进去嘛 那就算是负载损害 但其他几个你会发现 主要都是要打击班加西附近的军事目标 所以呢其实那一次是美国海军跟美国空军的协同作战 美国海军动用了两个航空母舰战 那个当时还叫战斗群 一个是美利坚号 就是后来1996年 这个世界十年之后 在那个大西洋被当靶箭 或者说这个测试靶箭 集成的那个美利坚号 CV66 另外一个呢 其实是大家可能甚至有很多人都没听过 山虎海号航空母舰 山虎海号它其实是中途岛级的这个三号舰 那个中途岛级当年造了三艘 它呢在建造的时候叫大型航空母舰 而且呢也只有中途岛号在战争结束前 成军服役 但是也已经来不及参战 所以它是41号中途岛号 42号是弗兰 那个罗斯福号 但是它是 我记得好像是弗兰克林 弗兰克林罗斯福号 然后43就是珊瑚海 那你可以看到很明显的 珊瑚海跟那个中途岛是纪念 二战中两场非常重要的海战 当时珊瑚海号还没有处意 而且呢珊瑚海号当然相对来说 盾位比较小 所以呢它当时来说它的 你看从这两艘航空母舰的这个组成来看的话 在法理上来讲会认为有问题 但是因为美国 它执行这个任务一个很大原因 它就是要对 名义上来讲 就是要对这个 那个柏林武器的事件进行报复嘛 是 但是从法国跟西班牙的角度来说 它认为你在国际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 对 因为它不是联合国批准的行动 对 这就是重点 对 这是重点 对 所以当时连英国都不打算 让那个美国 美国 然后那个利用它境内的这个空军基地 让F11战机起飞 让空军架架起飞 其实美国本来英国本来都不愿意 那后来呢 雷根总统写了一封亲笔信 给财西尔夫人 原因就是要来讨人情 是 你当年去打福克兰的时候 我给你多少帮忙啊 甚至于我的这个 那个亚松生的这个空军基地 还借你用嘛 对对对 哦 现在我要去这个 打击国际恐怖主义 你们都这样龟龟毛毛 这是什么意思啊 相信信里面的内容 当然讲 我们这样讲是比较直白一点 但大致基本上 大概不拖这个方向 不过这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说这个 这个牛仔总统 就是这个雷根总统 他其实某种形势作风上来说 有点像是刚先生的川普总统这样 就是他比较没有在管那些 国际外交上面的东西 他想干的东西的时候 但是不可否认的 基本上来讲 雷根他还是一个多边主义 或是多 是是 他没有像川普那么夸张 对 对 不过如果是老布希总统的话 你试试看 他一定会等到 联合国说OK他来打 对 就是这样 对 或者是像现在的Joe Biden 也是 他一定会等到大家都同意 他来去打 对 可是雷根没有 雷根在这件事情上面 就如笑语跟讲的 我签了 然后英国可以借基地 那就干吧 就是这样 基本上来讲当然兵贵素神 那所以当时来说 那 因为我们刚刚讲了 美国也立法 那不能去暗杀人家的这个总统 或者领导 那但是呢 那美国制定的这个攻击目标来讲 雷根总统当然在动手之前 会说这些都符合我们美国国际 国内法律或干嘛干嘛 那当然 另外跟这个柴切尔夫人讨这个人情嘛 那让柴切尔夫人对不对 有不得不同意 美国人同意 那个让美国人这样借到 以及使用他的空军基地 那当然 在这个直接影响 我们刚刚讲 西班牙跟法国都不同意你 这样搞的话 那美国的这个空军的战机 从英国的这个基地起飞后 那你就势必要绕大西洋 绕一大圈 我们看到当时来说 他真的飞过了这个比斯开弯 然后绕过了这个伊比利半岸 然后从直布罗陀 这个地方飞进去 飞进去 对 而且其实大家为我们会特别 要去强调这个F111的这个部分 至于说为什么当时会选F111 当然现在大家会说 你那时候美国已经有F15啦 为什么不用F15E啊 对不起 那时候F15E还在发展中 一个developing的一个载台 那当然以F111来讲 当时其实美国已经把他改良到F111F 也就是说 他具备好这个低空穿刺 那个土防的这样一个能力 也就是说 他有那个雷射标定的这个 那个系统在飞机上 然后另外他其实以F111来说 因为他当初 虽然说他号称是F 但是他其实本身根本是一个轰炸机 他不能带飞弹去跟人家打仗 好不好 他跟F105一样 当然F105还有一个 装有1090几发弹药的机炮 对 然后还可以真的 如果不行 还可以跟人家来 这个来到这个枪炮时代的 这个空战具把 还真的干掉过米格21 但问题就是说 整体来说F111连这个都没有 所以F11他基本上来讲 就是一个能够在炸弹的一个 YABO 那个轰炸机 那好 那F11他当然另外我们刚刚讲的 他其实具备低空穿透的这个能力 其实F11他本身这个飞机他有这个雷达高度计 也有了气压高度计 也就是说 以飞机的这个系统上来说的话 再搭配上这个雷射标定系统 他可以做这种低空突破突防的这样一个任务 其实甚至于我们现在大概可能已经大家很多人都没听过一个叫这个 线武条约 当年美国跟这个苏联在谈这个第二次线武条约里面说F111 就是两边拿来出来那个谈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F111具备这种低空穿透突袭的这样一个能力 你知道吗 所以当时苏联就认为你美国有这个东西 是如果你带了这个核弹 钻进来然后丢一下 对这是不平衡的点 但是当时苏联是很不爽这个东西 所以当时F111 还是一个被拿出来在第二次这个线武谈判中去拿来谈的一个这个主角 那当然后来美国人就 那当然既然不能拿来当这个那个核子攻击机 其实还是有这个能力的 但是他那些飞机基本上来说就是一个打击 以英格来说是一个攻击机 是好 那这个飞机他当时飞的时候其实 其实以这个当时这个美军的来说 他并不是F111单独丢进去图防 并不是 其实是我们刚刚讲的 海空军的一个联合军事行动 是 而且你说规模很大 又打敌一玻璃 又打搬家西 然后航空母舰主要是在集中在这个搬家西外海 是攻击搬家西的这个军事目标 那敌一玻璃那边呢 其实海军的飞机也有去去进行攻击 他们主要是担任的 就是我们上次跟人家讲 SEAD 对 敌防空网压制这样一个任务 是 那这个敌防空网压制任务其实当然事后看起来非常成功 但是说真的 苏联 因为当时苏联还有顾问在里面 苏联顾问在检讨这个整个行动过程中 觉得 立不压制任务怎么这么夸张啊 就让你的这个飞弹阵地 去让人家的SEAD来打 而且以当时苏联人在这个越南战场上所学到的这个经验教训来看的话 你根本不应该是这样一个一面倒的结果 是 这个苏联人非常在意 因为当时的设备是很完整的 对 比如说很完整 对啊 很完整 就是因为也弄了很多年 而且苏联包含预警雷达 是 包含这个就是搜索雷达 对 还有包括这个这样那个指挥照明雷达 当然 以飞弹来讲大概是这个我们现在讲S-200 还有另外像SA-2 SA-5等等这些飞弹 但是以SA-2来说 由于好过去好像那个那个在越南战场上 SA-2被美军反制到不要不要的对不对 但其实苏联人也找到了那个协 协作的一个方式 他们在那个SA-2的这个射控雷达上 还装一个光电的这个 装光电的这个设备 干嘛 严格来讲就是装一个CCTV嘛 对对对 然后来藉由这样一个光电侦搜设备 来辅助 也就是万一你的这个 那个雷达已经被 野右机要标定的时候 你卡关机 然后改用这个光电系统来进行追秒 你还是可以得手 是 所以那甚至你说 以当时这个苏联人来讲 他基本上已经把在越南战场上 应该说北越 所有的跟美军玩这个电子战 或电子那个攻防之中 一些经验跟教训都改良给你 然后结果你还被人家打到一概涂地 是 其实就是对苏联那个顾问来说 觉得这是很夸张的一件事 是 当然了 我们刚刚讲到 美军他既然制定了这个黄金峡谷行动 他要那个这样做这样一个行动的话 其实我们刚刚讲 就是为什么你说 已经一个等于说已经由苏联 一手调整过的一个防空系统 在面对美军的那样攻击的时候 居然是那么的不堪议 其实也是让 不只是当时的这个苏联顾问 觉得非常难以相信跟理解 那其实对于这个美国来说 世界的这种媒体报导 也觉得 哇 美军大胜利未免 因为只被干掉下FM11 对不对 这样一个成绩来说 可以说相当的好 因为你造成的损害 甚至于其实政治效果 我觉得 如果说今天我们把整个事件 最后你看他政治效果这个部分 我觉得最大的部分就是 格达费从此以后被美国打成格部费 是 就再也不敢乱叫了 是 再也不敢去支柱恐怖分子 是 恐怖行动 为什么 自己差很多被干掉了嘛 是啊 而且他最疼爱的女儿被 被 一个小养女 对 一个一岁半一个小养女 对 这个对他来讲心理的冲击非常的大 对对对 其实我们讲 后来苏联他们 苏联人在这个整个报告里面讲到 就是说 美国永远在调整 是 不像利比亚固定了 那个set好了 就按照set的这个菜单来弄 对 美军永远在调整 其实苏联顾问 早就在北越的时候就发现了 美军永远在调整 像比如说 他可能前面几次 这个打白蛇鸟 是什么样的这个航线 这个可以得手 但是后来 北越做了调整之后 美军马上就跟着调整 攻击航线 攻击航向 然后甚至于产生 用一些比较夹角 或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就增大夹角 或是从不同方向这样进来 美军不会永远按照一个 那个guidebook 对不对 就一成不变的做下来 永远在变 就是你只要一有调整 他就马上跟着调整 所以就是说 在之前整个参谋作业中 其实就已经预先好 好几种备案 如果最后 你今天这个东西弄下去之后 对方产生了A反应 A反应的对 那个对案 那个备案 是哪几个 就统统都已经准备好了 但是他说 零比亚人完全没有 这个就是完全是一个 懒散的这个 军队 所展现出来的 不专业的表现 是 好 那其实呢 我们这边除了这个 就是赞叹这个帝国空军海军的这个 这个很很 这个也不知道该怎么讲 你时隔这么多年 三十五年前的 经典 还是非常经典的一个行动 那 那当时 很多参与这个行动的这个官兵 可能有些都已经 呃 呃 过世了 或者是 但是他们留下来的 很多这些记录来说 这个是近代战时来 里面来说 这非常经典的一次 这个近代的局势行动 对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笑语哥 精彩的讲解 当然 黄金小谷行动 因为他非常的经典 所以他有非常多的 呃 故事 跟讲解 那我们在一个小时之内 那我们请笑语哥 也讲述了非常的精彩 不过有慰敬之处的话呢 也欢迎大家在下面补充 好 那今天非常谢谢笑语哥 辛苦的讲解 非常谢谢各位 会员跟各位观众的参与 好 感谢各位观众 持续追踪跟观赏 我们的笑语谈 就是我们笑语 笑语 会员 感谢您对我们频道的这个 实时帮助 那当然非会员 您在看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呢 要为我们订阅 按赞分享 开小铃铛 最重要广告出来的时候 短广告请帮我们看完 长广告 你要看过30秒以后 再帮我按下略过广告 这样你的这个次数呢 就能够进到 YouTube这个统计里面啦 就能够成为一个有效点阅 好 非常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帮我们分享 订阅 按铃铛 打点名嘴 我们下次见